4月18号 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徐元冲迎来了100岁生日 当天 北京大学举办徐元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 徐元冲先生专程回到北大 参加这场为他举办的生日会 徐元冲是中国杰出翻译家中英法文化的桥梁 国际最高翻译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亚洲唯一获得者 他一生致力于翻译工作80余载 著作等身 100岁依然比更不错 生日会现场 100岁的徐元冲生如红中 百岁感言仍然畅谈翻译 他还鼓励晚辈们要继续努力 将中国翻译理论发扬光大 把中国文化传向世界 我认为中国一法可以走向世界 我说希望你们犯法错误 一路老师一路说 十更多了 十一里面不知道多少得错 你是这种翻译哪里 怎么能让外国留在中国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翻译方法 理论都要相关的地方 自然外国有好多我们继续 我们也接受 所以在座注意 这就是你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使世界文化更加帮回散 当天 中国翻译界同仁 北京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西南大学的专家学者到场庆贺 徐元冲至北大教书 带的第一届学生的其中几位 也专程前来贺寿 俞敏红便是其中之一 他回忆 徐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 更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好老师 因为我们班是徐老师 到了北大以后教的第一个班 因为一个老师一般教一个班 不太容易记住学生的名字的 但是他能够把我们班的同学的 三分之二的人的名字都能叫出来 到现在为止还能叫出来 至少一半我觉得 徐老师是一个特别充满激情的老师 讲课的时候真的是 就是人高马大 声音洪亮 充满激情 而且充满浪漫主义气息 七一之年 徐元冲仍饱含创作激情 于敏红说 虽然在老师眼中他是个坏学生 但在他心中 徐先生的精神至今影响着他 按照徐老师自己才发 于敏红不是个好学生 他一直认为我不是个好学生 因为我后来也不搞翻译了 也不搞学术研究了 我后来这个教学中间有一部分的这种特质 就是包括充满激情 喜欢讲故事等等 跟徐老师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对英文的翻译的严谨 这个也是我们从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 下面进行械 你们看 их就在里面 观众 那是 cot了 比如说 邀请 参与